虽然只有蔬菜,餐盒依然可以很美味 在马来西亚关丹中央医院 自己志工从10月开始为医护人员 每星期提供两餐素食 从原本预计只有30份 后来反应热烈增加到100份 院方希望吃素生活不停止 推动如素 关键除了方便营养与健康 食堂的配合一样重要 感恩防疫辛劳同时推动素食 期许如素成为另一种守护生命方式 戴新闻真山美之工 廖明渝 马来西亚报导